欢迎收看 Who's Hello 谁在哈啰 不订阅我们的节目你再生 蛤 不要表出嘴角要跟你们讲 什么嘴角 说他们 拜托求求你 够了够了够了 不要不要 很恶心够了够了 走走走走 我就是 SPM过后完全对未来是没有方向 因为看到人家share就是 哇空姐同哨 可以去很多国家 他会觉得不错啊 天天轻轻当个空姐 到处玩然后又可以 就漂亮亮去上班就好了 整个飞机就drop下来 他人就飞上去 那他下来就刚好 撞到那个H 那个卡的H 所以他就两个肋骨断了 You are good at your communication They look at you They say you are charismatic What even face What you usually do on the internet 你的问答是什么 去咖啡棚 没有啊 性生活可能会很精彩哦 有这样的人是 看到他就知道他是 他实在 就是会 南藏 酷喵 share酷喵的感觉 对 在航空里面是没有秘密的 哇 你今天在飞机坐了什么 你一下飞机就差不多 整个航空都知道了 就是要你身上塞在这边的这一只 部分的是一些船客 借了我的笔 然后放进自己的 自己的back里面 他的那个是 他的allowance 我们的take home page 这些是take home 其实landing跟take off的时候 是最维促的stage 记忆可能有着火啊 还是engine不能用啊 我们看到第一时间都要跟我们的 这个billet看不到吗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哦 billet其实是看不到那个飞机本身的那个 没有当作惊人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的节目嘛 就是来了很多一大群 没有一大群啦 就是四个的帅哥美女 因为呢 这个行业呢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这样 哇 你知道要做到他这个功的话 一定是要长得帅 对对对 就很难判得上他们这样 对对 判得上 再加上呢 他们都在高空 他们都很少在陆地 对 他们的职业呢 大家都会觉得很神秘 然后也会很觉得高攀不起 像刚才你讲这样子吧 然后当然 他们应该也是有很多 就是不为人知的一面 尤其是我们观众朋友啊 还有我啊 还有你啊 而且我们最想要挖到他们的秘密 我觉得他们有蛮多秘密啊 看他们今天要不要share好不好 我本了吼 好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空姐空上 哇 他们尴尬的怎么办 哈哈哈哈 尊 你是怎样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 嗨 大家好 我是June 所以我的story呢是这样子 我first job是做marketing 本来后一年我就觉得 很闲 就不想每天对着 就想要找一个挑战性的东西来做 所以我想要try一点 很有挑战性的东西 那时候就 有想说 欸 空姐 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我就 是从小的梦想还是 来几时的时候才有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想过 一毕业就要去当空姐 可是就有一个 lecture 他就讲说 你确定吗 为什么 因为你读了四年书欸 然后你去当空姐好像 就觉得好像很浪费的意思吗 对对对 他觉得没有relate到 嗯 所以我就想想像 好像 对哦 然后就 打下了这个念头 然后就去 普通那种company上班咯 然后上班族 普通的上班族 对对对就是fix hour 10点6点 10点6点这样 做了过后太闲 跟这样的生活了 真的很闲 所以你就想说要 就是要往不一样的方面走 你知道吗就是 人家在地上走 我不要我要在上面走 我要在天空走这样 因为看到人家share 就是哇空姐通知耶 可以去很多国家 对而且你也是有那个 Qualification 就是 啊 对他们很高又好看 Oh my god 谢谢谢谢 你本身是有混血的吗 啊有 是什么国家 OK OK 这样我问你是不是好像 如果啦 餐 餐种是吗 餐种 混血儿 好甜点混血儿 他是不是比较容易好像 比较容易中我们 好像他们选人的时候啊 被选 不一定耶 就通常 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被讲说朋友 这很朋友 中国人我都中选了 因为他们给的问题 都很随随的 是看他们的感觉 哦所以这样他们 会问什么问题呢 通常你们在interview的时候 他会问你 我的case 他会问 你喜欢什么歌 为什么 蛤 是完全不关系的 真的吗 可以这个问题 你叫问Dr.Cow啊 为什么Dr.Cow可以 咦 你自己本身 那个question就是 给你们 prom answer 哦 prom answer 就是你有那个 confidence 哦 because captain crew 你有问题的话 你是在 飞伤那里面 你的责任就是 你要解决问题 他叫你 what do you like song do you prefer beauty or you prefer intelligence so you have to answer based on your character 他要test你的character character是什么 character是我们的 high character low character if you are good at your communication they look at you they say you are charisma God given face 所以当然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你讲说 impromptu的 他就讲说 有可能他based on这个问题 想看你的人 会不会就是讲讲 机制翻译吧 这样我很好奇 他们在场的 到底中了是什么question 你们中了是什么question 是跟他一样还是怎样 我说的是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 哇 真的是很random 你的问答是什么 去咖啡店 没有啊 我也是话啦 所以有可能这个答案呢 是一个比较fact的答案 可是当下我觉得他们 应该就不会讲这个答案 他们就会讲说 哦 平时我就是会 做做运动啊 游泳啊 去gym啊 真的就是不如 没有办法一定要夹夹一下 不是fact like that 就是 就是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对对对对 OK Grace Grace 我interview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最近有在看什么戏 然后那时候 我interview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的那套戏是 来自星星的你 然后我就回 对我就回答是那套戏 然后他要我大概大概 去讲那个故事 那套戏在讲什么 对就讲咯 就这样子而已 真的是跟 好原本哦 跟Line戏没有关系的 他问的问题 真的 OK Sean呢 Sean哪孩子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问题吧 我的是 就是 假如你有一张机票 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蛤 然后 你要去哪里 所以你的回答是什么 去你心里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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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夕前夕 我就是SPM过后 完全对未来是没有方向 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就跟朋友去那个 Education Fair 然后就看到一个是那种 Cabin Crew Course 这样子的 好像Dr. Cole的那种学院这样 然后我就出于好 就是好奇 所以我就去问他 诶其实空姐是怎样的 我还就说到空姐是有多好多好啊 就是只有好没有坏的 然后就觉得诶不错啊 点点轻轻当个空姐 到处玩 然后又可以就 漂亮亮去上班就好了 你是以为是高薪水 结果就其实 就撞骗了 撞骗了 就撞骗了 就撞骗了 然后就出不来了 哦 Shan我觉得男孩子 我觉得男孩子其实会比较难 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吧 Shan你是怎样轻轻 会跑去来做空 想要做空骤呢 我是 刚好在读书的时候 我朋友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尝试去 做空骤 就觉得你帅吧 不是不是 就刚好因为他也要去 所以我是被人拉着一起去 这样Josephine呢 我是 毕业过后 我没有帮 也是没有方向 跟他差不多一样 然后我有自己去 backpack啊什么 所以你自己是 本身是喜欢旅行的人 算是踏入了这个 很多人就会觉得 空服 空服 空服好像 空服人员 他们的 私人生活会很 混乱 私生活 很精彩 又很混乱 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嘛 就是在戏里面看到的 就是这样 他们的生活 你会问我讲说 conference 他们的性生活 有可能会很精彩哦 然后有可能你知道 relationship 爱情上面 想说 应该是 三个月换一个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 我去我飞到那个国家 有可能我会滴滴滴 就是飞这个 这个这个线的话呢 就是我会在那边有一个 你知道 一个partner 一个partner 就好像飞这边 就到处流众的感觉 然后飞这边又有另外一个 所以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是有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 他们也不会讲的啦 也不会讲 不耐也是对不耐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误会 你们自己觉得怎样 我觉得是其实 无论是什么职业 是看个人啦 嗯 就算你是做老师 如果你的私生活是乱的 你还是乱的 就跟职业无关 哇 这样很官方耶 就每一个行业都有乱的 可是我觉得你们身边 应该也会有乱的吧 啊 有 会有啦 会有 就是你们 可是不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有听过吧 听过 就你一进这个airline 你就可以知道 就很多人会开始传 就说 诶你懂 那天在哪里过夜嘛 那种东西 好开心喔 什么 哈哈哈 就想说 飞到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伴侣 在航空里面是没有秘密的 哦 你今天在飞机坐了什么 你一下飞机 就差不多整个航空都知道了 真的变成功了 所以我想要知道 像你们其实飞机上 因为我也是有 空姐的朋友 你知道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哦飞机上好像 你们会有自己的暗语啊 是不是会有这一回 这个东西 就是 for example 我知道是 crew meal吧 crew meal 是不是 哎呦他们有笑的 这么不想要share 那个就是一个terms啦 我们会用的 就可能 我们会用的 哦 就可能 OK press angel不会明白我们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crew跟crew 直接会明白 哦 这样crew meal是什么咧 其实是什么 crew meal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咯 哈哈哈 是我们的脑袋 这样咯 他们吃的有可能跟我们吃的是不一样的啦 就是就是 因为我听说你们吃的东西是跟普通客户吃的是不一样的哦 是另外的是吗 一样啊 一样的咩 一样啊 我明白你讲 不明白 我懂这个我太单纯了 哈哈哈哈 是有听说过啦 这个有这样的人是看到他就知道他是 哦 他失败 就是会 常常crew meal share crew meal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 嗯 OKOK 所以是真的是有这个东的啦 有 可是我刚才讲 crew meal是真的他们吃的东西 我们回归正经的好不好 苦 meal 苦 meal真的苦 meal 就好像 呃因为我们好像 我听说就是好像你们的飞机上面 你们的 准备的食物都是要前几天准备这样的 不是讲说你们 immediately 讲说我要吃这个就有这个 对不对 所以乘客上面吃的其实是fresh的吗 就上天准备是fresh的 因为是每一个航班吃的东西他们都会cated 就是每一个航班吃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fixed 了啦 版manu会一直换 所以那个 请说就billot吧 因为你们有就会有billot跟call pilot嘛 所以billot两个是不是会吃不一样的食物 对 他们两个不可以选择同一个crew meal 为什么 哦 哦 他们是不是老塞的时候不可以分开老塞是不是 不可以分开老塞 就是他们就像如果一个食物中毒的话 至少另外一个不会中是不是 对 就一个吃鸡另外一个叫吃鱼 我是有知识的人啊 好厉害哦 所以其实这些比较vvip 在你们航空公司的话 因为他们 usually都是带有可能会是头等舱啊 所以其实我想要知道一下 头等舱可以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们free 有可能会是有比较特别 就是有可能会free你们东西啊 所以有什么东西是头等舱可以free的东西的吗 还是个人抗通的不一样 都很standard欸 没有讲说有特别什么 可是他们可以要求很多的东西啦 就customize的时间吃的时间 这样我 是不是很多人会跟你们借笔 这个是常有的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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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全部女生点头 男生有没有 要 全部都有借笔 为什么会借笔 我是听说这个等嘛 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以为 那些乘客给我们借笔 是因为我们空间喜欢把他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别的航空 是放在这里 可是 其实他们会有温度的感觉吗 可是他们借笔 其实真的不是那个原因 就是真的他们travel不会自己带笔 真是 很讨厌 我觉得 我真的 我觉得我每次跟我的朋友说 我讲下次你们去搭飞机 记得要自己带笔可以吗 因为我们其实空间带笔 不是为了借你们用 是我们自己也要用 就好像 临时可能我走到这边 然后这个乘客做这个号码的 他就是说 可以等一下哪个可乐给我吗 然后我怕我忘记 所以我就会拿我的笔 然后写在手掌心 40C的乘客要有可乐这样 然后有时候 那个乘客跟我借了笔 然后另外一个乘客 刚好跟我讲东西 我又没有的 写在手掌心那些 就很容易忘记 完蛋 然后更 更过分的是一些乘客 借了我的笔 然后放进自己的 自己的bag里面 哦 你是看到了啦 看到就是我跟他 我每次给他说 等一下你用完记得还回给我 他就ok ok 过了很久他都没有还回给我 然后我自己去问他 然后他就很尴尬的 在他的包包挖挖挖挖挖挖挖 所以你们一天 你们一天记录要 要换多少只笔 哈哈哈 你应该 你应该在飞上面 就会一排 总是讲说 重复一轮回来 换一只笔 要填表格的时候 特别多笔要出去 所以有一些人 会直接身上带四五只 四五只 one shot 就是 就是讲说 就是会有人跟你拿笔 就对啊 就会塞很多 会有人request想说 我就是要你身上塞 在这边的这一只 没有这么直接啦 可能他心里是这么想 如果我不知道 因为好像是只有 他们的工资 是差在这边的事 诶 这样子讲 就好像一点透露了 哦 哈哈哈 因为其实这个 他们的航班 真的是蛮出名 这个笔 所以其实为什么 其他航空是有 别的位置可以放吗 就只有 就只有你的航空 就只有你做的那公司是 就我刚好 我的制服的那位置 就很方便 差字笔 哦 okok 其他呢 就是你做的航空 应该是有在 有pocket的还是什么 我们也就是在衬衫上面 可以讲也是很 也是很常 会意见的 很喜不知情一下 而且你拿到想说 欸修一下 哈哈哈 蛮香的 哈哈哈 哇我们很猥亵 我们很像 我想要知道一下 其实机长跟空姐的感情 我听说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们应该会蛮好 因为就是每次一起上班 可是你们每一趟飞的时候 都是会不同的机长 可是 听说空姐跟 呃 就空姐空少 然后跟pilot 是不是 感情都不是很好 不会说不好 但是我们 crew会很respectpilot 哦 就是 就是想说他们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也不是啦 也要看对不对 哈哈哈 不是教导就做的 嗯 因为 都是看人的 都是看人啊 因为有些pilot 他们会很好 就 invite你出去吃for dinner啊 吃东西啊 然后 不会拿那种 哦 因为我是pilot 然后你就要听我的 这些来讲 嗯 ok 所以其实呃 你们飞到那个城市之后 你们的住宿是不一样的 你们跟pilot住宿 我们是同一间酒店 不过可能房间 他们住的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高级一点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区别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待遇不同吧 因为再怎么讲你们的薪水的level 是不是就会差很远 等一下我真的是很好奇他们的薪水是多少 哎来一下白板在旁边 哈哈哈哈 我们的白板在旁边 又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们的薪水 大约是多少吗 ok 一 二 三 哇 哇 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是星币吗 对不对 所以其他都是马币吗 诶 他是少过 我以为是大过 我以为是大过 不对星 是大过 多过 多过 这是小过 这是五千起跳的意思吧 对啊 对啊 他写对吗 哦 sorry我笨 哈哈 这是五千起跳的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四天起跳 然后这是七千 这是basic的 这个不是basic 这是已经加了全部 而且也是每个月会不一样 对 他不是定的 所以你们是会有自己的一个basic 然后会depends on你飞多长的时间 然后再add on进去吧 可以知道一下那个算到 他到底是讲一个算法吗 就你的时间times一个 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多少钱 然后times 每个小时多少钱 是不可以讲的吗 我不知道耶 三位数还是四位数 没有啦 我不懂啊 就问了鸭 两位数 两位数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两位数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对对对 然后加起来 然后看你有没有 有一些行班 可能我们超过 十四个小时的话 会有 可能times two 还是这样 哦 明白明白 就是看起来很好赚耶 哦 不错哦 嗯 像dr.co好像他们这样啦 他们是有没有 好像你很多学生嘛 那些学生有没有是因为钱而去做的 还是他们真的是patients这样而已 就好像他自己很热情 你自己遇到的学生 嗯 他们是要 当那个 airline的时候 就要 钱 要 全部人就是要钱 觉得讲说 做空解控商应该很好赚 嗯 因为他们想要多钱 但是 担心啊 如果是一个地区 你的地区 你的地区 很便宜 如果是在Dubai 你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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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000USD 每月 哇 甚至2,000USD 所以马币八千块 也是一个地区 如果你的薪水两万 你要扣那个 对对对 你的地区 嗯 你们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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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 有 有其他 是没有 给你一个 你本身去找 所以有些 航空是没有给 的 他 他给你一个 total package 好像2万元 你去找 好像是 八千块 九千块 就是一半去的 哦 明白 不 不一定的 你看怎么airline 嗯 所以你们的airline 其实都还蛮幸福的 我们的别人买 蛮低的 哦 这个算低吗 他的那个是 通的 我们的tick home pay 这些是tick home pay 来的 哦 可是如果是新币的话 其实 应该 算多吧 还要扣除房租 哦 所以如果是新币 就算新加坡那边的钱 就是把他控制 马币这样来算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讲说空姐空少也没有讲说是赚大钱可以 想说我存一大笔钱买车买乌子那种这样子吧 如果你跟新加坡的那些 Fresh graduate的差不多 他们两三年过后也可以拿到这个价钱 嗯 OK 你们的事好像每一年会增加增加还是什么 没有要看ranking的 对 这样你们的ranking是 怎样分呢 怎样区分呢 嗯 我们一进的都是bns 就是bns 然後你要去promotion的话 你要去interview 然后过了才会有那个 哦 就是讲说你们在 因为空姐 就是你们自己在你们自己一趟飞行之下呢 有可能 飞机上 usually是会有多少的空姐呢 四个五个吗 要看不同的飞机 我们有minimum crew minimum crew是多少 Depends哦 如果是非国 国内的呢 看不同航班 如果是大的飞机的话 可能就 因为每一个门 都必须要有一个 primary crew 所以那个就算是一个 minimum crew number 飞机有多少个门 我们就要有多少个 crew 哦 他是别手那个门然后去 我的公司不一样 我的公司是可以尽量少多少 到他们国际的 minimum requirement 就少多少 因为他省钱嘛 是吗 要看飞机的路 如果飞机的路没有这样多的话 他不需要这样多的人去 所以你们有没有在好像你们的飞机上面遇过 这样几几的事情的时候 Emergency的事情 就是好像有可能突然间要Landing啊 然后还是 我觉得那个什么 气流应该是最 最Common的吧 其实每一个航班都会有气流 只是看严重还是不严重 所以你们有中过很严重吗 突然间整个人飞起来 就是在Surf Mill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Drop 哦 然后我们要推着那个车其实很重 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如果那个 安全指示灯亮了 我们要马上把那个热水 放进那个卡里面 要不然的话你就噗 直接噗 因为那个飞起来的话 创到那个天花板 然后它会开 然后就是热水 就是其实很危险 哦 所以Surfing真的是很重要吧 我完全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东西耶 所以你们自己还有水是本身有遇过这个 就是好像有可能一点 突然间陷阱的啊还是 就是真的是 因为我坐飞机做那么多的时候 我觉得很少人会遇到讲说 真的是会用到那个 那个Vest吧 然后还有那个 你知道那个每次那个 从上面掉下来 氧气 我觉得根本每次讲的时候 不可能会硬到 我觉得很少会发生 你们自己有 encounter过直接发生 这样子的 其实这些事情 每个人都会有发生 turbulence 这样的东西 可是 通常是 晕倒啊 烫伤啊 什么这样 比较常发生 因为像我本身 tubulence的话 我朋友就 真的假的 就他直接是撞到那个 好像around 因为我们推那个cut出去的时候 对 要surfing的时候 刚好tubulence 然后它突然发生 你们是不知道的吗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不能预防 他就整个飞机就drop下来 他人就飞上去 那他下来就 刚好撞到那个h 那个cut的h 所以他就两个肋骨断了 如果他两个肋骨断了 如果他什么事情 他就继续surf 还是他去旁边休息 没有我们就 给他去旁边休息 until landing 我们就叫doctor 所以你们飞机上面的话 如果发生这种emergency的话 你们是 自己本身要充当那个nurse的意思 因为不会有nurse吧 我们本身就是nurse 所以你们本身要有这个nurse 还有那些doctor的knowledge 他们要去考过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有被训练 first age train 新闻那些看到就是 他们在飞机上生孩子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还是真的是假的不了 没有发生在我的flight 可是很常听senior讲 他们的experience这样 而且听说就是如果你在飞机上 就是生这个baby出来的话 那个baby是不是可以一辈子 都是做free的 有这个东西吗 应该很少啦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啊 通常如果怀孕的话 应该是不会给你上飞机 是吗 会比较take care 会有好像可能两个月前 还是一个月前 他就不给你上飞机了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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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申议 不确定 如果有医务的不确定 一 木叶 then later they will verify then they will discuss what shall we do maybe with the captain so they have to make decisions so they are very responsible people because up there there is no bomba there is no police all in one so you face you face a lot of abnormal problems sometimes of course you said the flight is very good but sometimes there are people for example people are drunk 喔 喔你们有受過的那种 就是你知道有可能 不小心给得太多的酒嗎 因为就是你们有欸 可以呀 就是真的是直接在飞这样追 有有有 有他没有对你们怎样 他没有对我们怎样 他就是会大喊大叫 然后是一个 因为是一个半夜的航班 然后就朝到全部人不能睡觉 如果妳会怎样做 呃 这些事情多数会 会让比较有经历的 去批评 就通常我们会看我们的范围 能够到哪里 如果我们已经不能批评 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会去通报 通报了就让比较有经历的人 去批评会比较好 这样的话讲到这样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遇到很 奥客的人 就是好像很 就是那种 对你们的态度很不好啊 应该时常有吧 应该很长吧 玩肤色卡那些都有 讲玩肤色卡 就可能他喝醉了 然后他就说 我们通常 他喝醉就不要再服他 奥客户了 然后他就会说 为什么你不要给我了 是不是因为我是黑人 他会直接这样子讲 如果你怎样回答他 对 他是怎样 他说 因为我是黑人 所以我 当然不可以说yes 或什么东西 甚至说no也不可以 就是说 我跟他说 其实我们 这边全部人都不racist 因为我们来自的国家都是 嗯 那种 Asian 比较 多元化的国家 对对对 所以我身边也是有马来人的朋友啊 肤色也是比较黑的朋友啊 什么这样 我们没有racist 所以你们就是会 以解释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而已啦 所以就是他们 其实他们做这个公演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们就要背黑锅 就是明明就是 心里面很不舒服 很不感应 可是还是没办法想说 一定要这样子 grace 没有我就想讲 其实我们这些是属于 customer service这样 就是只要 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只要那个乘客 他tweet那个story 然后他就讲是你没有礼貌 我要report你 你就输了 对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有遇过 有遇过其实 但是我不懂我很常在飞机上被乘客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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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我还记得是年 新年年初二 我是有上班的 然后是飞去australia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flight是半夜机 所以大家都很累 然后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乘客 他带着两个小孩子 然后飞机差不多要下降了 我们就要去做safety check 然后就是叫全部乘客带sip out 然后那个椅子要for upright那种 然后他是睡着觉 所以我必须把他叫醒 然后叫他做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很不爽 他就骂我说 为什么我要disturb他 他在睡觉 他难道你看不到我在睡觉吗 那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们要landing了那些东西 然后刚好他的那个trade table 有sandwich还没有吃的 我就问他那个sandwich你还要吗 不要怕我帮你收 然后他就很没有礼貌地把sandwich丢给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 请不要丢食物啊 这样很不好 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有跟他说 这样子很没有礼貌 然后我们就去 我就蹲下去拿那些sandwich起来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话 可是我没有注意听 过后我的那个同事他有听到 他就跟我说 刚刚那个乘客在骂你 他说你such an asshole 哇 真的是 所以其实这些customer骂你们 你们也是要面带笑容 哈哈哈哈 我没有我直接跟我的leading report 我说那个乘客骂我 然后很好我的leading去帮我 问那个乘客 而且是就问他为什么你要骂我的同事 他就反那个故事说 我很没有礼貌地把他叫醒 这种东西 然后就说 我们非半夜啊很累啊 为什么你还要叫醒我 我的孩子都在睡觉里头 你吵到我们嘛 然后我们就说 如果不是因为safety的原因 我们是不会无端端操心理的 就去解释 然后他只都不要跟我道歉 他还说是我没有礼貌 所以就没办法 你一定要背黑锅 就 嗯然后就很委屈 而且又年初二已经不能回家过新年 还要被人骂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很清楚啊 真的 所以OK 刚才他讲到Landing 对不对 其实Landing 因为很多人 其实我有时候在飞机上 会觉得讲 妈为什么Landing真的 你知道开始 那个机长就会讲说 啊我们还有30分钟要Landing啊 然后你知道那个窗口就要开起来 为什么其实一定要在30分钟前 要通知我们 Passenger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让你们去准备啊 给你们时间去准备 我们也要时间准备啊 哦Get ready要下啊 然后 对 为什么那个窗口一定要开起来 要看外面的状况 在Landing的时候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其实Landing跟 take off的时候是最伟神的stage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外面是发生什么事情 外面发生事情 你是要看飞机的 飞机的本身 它的机身 可能它的那个 机翼可能有着火啊 还是engine不能用啊 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都要跟我们的pilot讲 可是这个pilot看不到吗 看不到的 pilot其实是看不到那个 飞机本身的那个 没有当后进的 没有当后进 飞机也没有horn 是不是 飞机有horn的吗 飞机有horn的吗 没有 所以我想问这件事情啊 飞机是没有horn 没有啦 没有啦 到底可不可以叫 你们空姐空上 帮我们 放那个行李 我就是那时候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事 就是可能拉到一下 我就ok 当下没有事情 不过回去的时候 我就睡觉 我就是痛到不能睡 你觉得那个整个fight的重量 好像只有你个人在集成的时候 你就开始啊 其实是飞机上发生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好 都必须要让机长知道 大小事都好 dress very sexy looking exposing the time I don't think they will accept you because the key word is respect 对 我想要知道像整形 到底可不可以 都有 知道哦 知道有整哦 会像你会降级的意思吗 就是你就是留在陆地 不会飞 然后直到你reach到那 变瘦为止 啊对对对 为什么 很多空间 空上是有做代沟 我们是不会想要做这种东西的 就是很麻烦 很麻烦耶 飞机上的地方 我会放technical location 然后就会有人来 诶 你在一个本可以帮我买东西呢 然后你看到那个notification 就不要按进去 飞机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飞机上还有酒店就很多 一躺下来 不知道这么多就自己醒来 然后看着天花板 然后就觉得 好像有东西压着我这样 因为很冷 然后有人 他一起来就看到他的button 全部是开的 好开的 呃 我有遇过国际城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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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好会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